好 你找到爹了吗 找到了 他是不是受了很多苦 他被寻怪在铁链上 气桥堵塞 耕风吹到身体 我还会再去的 你疯了 我看见那个魔头了 原来他也会有所顾忌 他也会有所顾忌 放心吧 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 我不会再去冒险的 等我下次再去 我定要彻底记遂那个气桥 解救五族的英雄 然后 就如玉言所说一般 风吟还命声 你相信那个预言吗 小时候长老门长跟我说 当年斗帝 带领五大家族的英雄 用天地新尘的力量 把整片海洋 都变成了千年玄秘 封印了魂灭声 一直以来我都不信 可现在我知道 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我宁肯那都是传说 那些都是大人编出来的故事 为什么 我总在想 如果我们没有去过嘉南学院 如果你只是一个药铺的伙计 那这些苦难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黑暗一致 我好害怕历史重演 我害怕你真的会变成 预言中的那个人 小颜哥哥 你就当勋儿没有出息 我也不想参与什么历史 我也不想参与什么历史 只想找一个人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人的历史 是人写的 不是老天爷写的 你说什么 苦难 不是我们躲着它 它就不会降临了 历史 也不是我们不去相信它 它就真的不曾发生过 恨有害怕的 我还没有自大到认为 自己就是预言里的英雄 可只要我还有一点能力 我就不会让黑暗 落到我们头上 好 雪儿 我也许解救不了天下苍生 可是你 我一定会保护到底 我都会保护 干嘛呀 怎么了 是我说最话了吗 没有 是我太高兴了 那就好 休息一下吧 累了 休息一下